什么是寒,什么是热,作为中国人,这个应该很容易理解 对于热,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夏天被太阳照耀的情况 你会全身出汗,很热,口渴,很烦躁 其实,这些都是身体热的症状 对于寒,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冬天零下几度的情形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你会觉得冷 无论穿多少衣服,都会觉得冷 还有不想喝水,没有汗出 因为冷,而毛孔紧闭 不想出门,甚至连动都不想动 能躺着就躺着比较好 这些都是身体寒的症状 还有就是,当你体内寒气很重的时候 身体内的情形,就和自然界的情形一样 万里冰封,很多水管就会冻结起来 形成淤血 类似于冰块,血管就会有堵塞 这就是冠状动脉堵塞的其中一个原因 还有的情况就是体内各种弹湿污浊的东西 因为寒气的原因,全凝结起来 这里可以把寒气理解为凝固剂 形成一个新的东西 这就是肿瘤 寒是阴,热是阳 皇帝内晶云,阳化气 阴成形 其实我刚刚向大家阐述寒热概念的时候 就用了天人合一的观念 用大自然的变化来阐述身体内的变化 这样大家更容易懂 中医并没有那么难懂 很多知识还是可以取向天地去理解的 真正的中医学到最好 也是能达到完全天人合一的境界的 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精神上 这里的寒热是中医的基础概念 辨明寒热在下药的时候非常重要 但是有时候越简单越复杂 病不重的时候 很多人会单纯受到一种邪气的侵袭 寒或者热 但是如果身体虚弱或者病久了 或者情绪大幅度变化等原因 身体可能受到多种邪气的侵袭 也就是寒和热可能会有交叉 出现了寒热混杂的情况 有些人重病到最后 还会出现真寒假热 真热假寒等情况 都容易扰乱医师对病人身体情况的判断 所以寒热看起来容易 实际上是生死之机 重病为何难救 就是寒热挫杂 病情纠缠厉害 历代医家都说 不要等到病重了再去治 感觉身体出现一些不正常就要注意了 如果出现寒的症状 大家可以多点避寒救温 多休息补充身体能量 适当的时间 适当的运动 出现热的时候 注意情质变化不要太大 减少情绪的剧烈波动 减少吃煎炸油腻的食品 早点睡觉 口渴要注意喝水 以上寒热症状如果自己调节 还是无法解决的话 可以找医术高明的医师治疗一下 所谓高明的医师 至少在寒热判断上不会出错 其实对于寒和热 寒的危害性往往更大 因为寒在阴阳里面属于阴 有隐藏的性质 所以很多人受到寒邪的时候 往往忍一忍就过去了 症状感觉也没变好 也没变坏 但长期下来 寒邪会导致身体里面的一些血液 凝固和肿瘤 这些人们不易觉察的邪气 往往像一个杀手 暗处杀人 热邪的话 往往表现比较剧烈 人们会有比较强烈的感觉 那种感觉 人们往往不愿意去忍受 例如很热 你是很难忍的 很口渴也是 所以热邪往往很容易注意到 也很快就因为不能忍受 而去治疗或者调理了 所以大家可以提高 一些对寒邪的警惕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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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